因为高庙遗址它是一个史前的遗址 而且在史前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尤其是它这个高庙文化的特征 它出土的这些遗存 包括遗物和遗迹 在整个新世气的文化的谱析和虚言里面 都非常的重要 毫无疑问 我们南方地区 甚至长江流域的史前的文化的进程 都绕不开高庙遗址和高庙文化 高庙文化它是中国今生文化的源头之一 高庙文化这些白桃上面的这些文饰 这些图像所表达的观念 长期的影响了后世 它的上限能够到距今七千八百年 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出了大量的 具有信仰或者说是观念方面的这种文饰和图像 它所反映的是七千多年前 我们这个古人的我们的先民的今生世界 这个今生世界对于后世 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个影响它不是一个小区域 而且是整个大半个中国 整个南方地区都受到高庙文化的影响 到了七千年以后 那么文化的发展在里安皮园 在洞庭湖这一带在湖南长江中游 进入了一个加速的阶段 那么这个加速其实得益于当时 里安平原或者洞庭湖这一个区域里边 它的稻作农业的发展 从黄豪聚落 然后是发展为有稻作的这样的支撑起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基础 到了这个距今六千五百年到七千年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支汤家港文化 它的港文化就继承了高庙文化的精神世界 精神的观念 它也继承了自盆头山文化以来的 这个黄豪聚落稻作农业 汤家港文化的白桃 它的黄豪聚落 它的农业继续发展 终于在距今六千三百年前后 在里安平原的城头山地区出现了城 这个城来自于当地的农业 当地的稻作 当地的黄豪聚落 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发展 同时又吸收了高庙文化的精神观念 那么具备了物资的和精神的这两大支柱和支撑 所以在长江流域的里安平原 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城 如果说城墙是文明 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的话 那么我们说城就是从稻田里长出来的 实证中华文明 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文明化的进程 经济基础 物资基础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的复杂化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 又吸收到了高庙文化的精神和观念 信量 那么物资和精神的支撑了 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出现 那么这就标志着文明的一些特征 支撑社会发展的不仅仅是经济和物质 需要这个观念 信仰 精神 意识形态 这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 这两大推动社会进步的 上层建筑制度 价值观 宇宙观 哲学思想 这都来自于人们的意识形态 仅仅只有经济基础是不行的 社会是走不到文明的高度的 高庙文化它的精神和观念 其实就是体现在那些信仰 代表意识形态 淘气所构成的上面的文饰和图像上面 这些文饰和图像有兽、有鸟、有太阳文、有八角星 其实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组合 组合是什么 天地日月山川 这个鸟兽 比如说他们会对于太阳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养鸟夫日》在《山海经》里面 就称了我们早期精神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另外它所表达的那种獠牙、那些神面 那就是代表当时一种精神的祭祀 那么这样的一种物质载体 它就成了一种表达观念 表达当时高庙文化这个信仰 这样的一种非实应性的器物 我们叫它礼器 后来就成为礼仪的一部分 高庙文化的这些淘气上面的文饰和淘气本身 它都成为了礼仪用气的一部分 其实高庙文化这几种重要的装饰的图案和图像所发现的意义 和后来的两种文化的玉岳和玉丛其实是一样的 它是一种礼器 一种非常重要的礼器象征的是身份 象征的是等级 那么在这样一个观念的塑造下 社会因为进入到了七千年社会复杂化了 就需要有一套规范人们思想和观念的一套礼仪 所以这就是驱使高庙文化的淘气 能够迅速的远距离的向外围传播 四年前后我们长江中游有一支很重要的文化 叫做肖家乌鸡文化 出了很多的玉器 玉器上面的那些绳面 鸟牙绳面 完完全全就是高庙文化的风格 像四鸟饶日在楼西的夏湾遗址 它也是高庙文化的一个遗址 它里面有一个淘气的底部 一个图像 它就是四支凤鸟中间绕着一个太阳 四鸟饶日 后来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日的一个标志 四鸟饶日反映的就是一种太阳成败 那么这个也影响到了我们后来的精神文化 汉代原水流域出了不少的螺面 也是寿命鸟牙 那么这个螺面到现在为止 还在湖南的很多地方 尤其是原水流域 同样也是寿命鸟牙 所以这个传统它是非常的躬身低谷 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基因 成为我们文化的最深层的这个部分 而廊坊文化一个最重要的 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 道教文化 楚文化所滋云起来的道教文化 和这个北方黄河流域的儒教儒家文化 这两制文化成为我们中国 后来制定这个国家制度 国家的礼仪方面最重要的关键的组成部分 那么南方的这种精神的信仰 和它的这种文化的形态 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